如果声音有记忆的话 那这会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我喜欢你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拉开天窗沐浴阳光 仿佛你在身旁 在屋顶堵着石胡思乱枭 好想把所有委屈对你讲 这样不会受伤 现实在说谎 我依然守护阳光 而全身四海的光芒 来不及幻想晴朗绽放 看若你和我都一样 也在守抠着对方 而全身四海的光芒 带我去那些 才不走的地方 看若你以来 请与我一目分上 我都不走的地方 我都不走的地方 要往我的外兰中共 无论更大 我都不走的地方 我每天都不走的地方 谁也不走的地方 就别走的地方 我都不走的地方 你不要走的地方 你跟着我来 你再去看若我去看若你 我严谦你 我都不和你 我都不认为你 是这个呗 厚脸皮 说什么呀你 我这是与生其来的 帅气与气质 赵俊阳 你照照镜子吧 娜姐 那是现爱心 说什么呢你 我郑重跟大家宣布一下 以后就别直呼我大名了 那叫你什么 既然你们管娜娜叫娜姐 管我就在叫娜姐夫呀 来 叫一个天天 陆夕 怎么了 叫一个呀 叫什么呀 完了 白说了 余露心 你状态有点不太对啊 怎么不对了 写笔记呢 写笔记 说这都几点了 还不赶紧进棚准备 你去见那个女粉丝了 没有啊 我想好了 不去见她 你没见她 那你怎么来这么晚 路上堵车忙 迟到了一会儿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 我想好了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去见她 你就去吧 我支持你 想明白了 那好 那我跟她联系一下 现在去找她 后悔了啊 没有啊 就 我们不是要配麦大的混件片段吗 你是原配 留下来监工比较好 嗯 我去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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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但你小怪 网上有人说她是麦大的粉丝 还说麦大之前伤害过她 还说麦大是因为逃避责任 所以才选择隐退的 而且她还说 麦大就是隐蔽 你别郁闷了 现在事情已经有转机了 很多大V都在跟你发稿澄清 很多粉丝也在身上正义 马上就可以真相打发了 我刚刚也看到了 好 好 我刚刚也看到了 画了 嗯 怎么 有人把余露希扯进来了 说她是你的粉丝 说你们在一起 关键了 工作 而且还在一起谈恋爱 这帮人疯了吧 怎么这么说话 先别管了 等热度降下来 先冷处理 你帮我准备一下 明年我要看一个记者发布会 你能别那么冲动吗 我总不能把余露希也牵扯进来吧 听我的 哎 喂 余露希 你现在在哪儿 你现在赶紧去劝安里南 她明天非要开记者发布会 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 这会有什么事啊 师傅 记着会你不能开 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的 整件事情都是一模而起 也是因为我不敢明白 可是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如果那天我让你去见 那个女粉丝的话 也不会发展成这样 这跟你没有关系 要不然这件事情 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时候 师傅 你是为了保护我吗 她们可以冲着我来 但我绝不允许舆论伤害到你 谢谢你啊 但你不能对粉丝失望 你相信我 大部分的粉丝都是善良的 这个误会一定可以解除的 跟我来 金卡兰奖 一直都只搬给真人业员 唯一的一次意外 是在六年前 她们把一个特别奖 搬给了一名配音业员 我知道 那天我们很多粉丝都缺了 想给你助威 可最后你还是没来 其实我特别想吃 威琴 你看 这么多 最下面那个 打开 这些礼物和信件 都是当年的粉丝寄给我的 我都珍藏着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礼服 就是希望 能够以最高光的时刻 站在领想台上 来面对我的粉丝 可是偏偏那天上天给我开了一个 特别残酷的玩笑 与其让粉丝们失望 倒不如让她们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那天不出现 是出一对粉丝的关爱是吗 是 所以那天不出现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对粉丝有情有义的人 你说的 我相信 粉丝对我都是有善意的 所以我也想向你赚给你 我珍视我的每一个粉丝们 明天的发布会 我会主动地 去勇敢地面对我曾经的粉丝 也亲口给他们一个解释 我支持你 如果你需要我 我可以和你一起上台 你要是不需要我 我就在台下 做你坚强的后盾 好 师叔呢 我去接个电话 嗯 嗯 听我说 明天的发布会照常 但是 只有我一个人上台去说 你放心 我会亲自给粉丝一个交代 我会亲自给粉丝一个交代 居然都还留着 你放心 莉莉也是麦大的粉丝 那这件信 肯定也会有莉莉的吧 师父 我想到办法了 来吧 我们开始干 不咱们真的要这么干吗 可是我们只知道她叫莉莉 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 对啊 莉莉是她的真名吗 至少现在有几个信息是可以确认的 首先 她是个女孩 家住在本市 名字里面有一个例子 如果从年龄和时间上推断的话 她六年之前应该是一个高中生 没错 现在距离发布会呢还有时间 咱们这么多人呢 一点点排查还是有希望找到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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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十封线都是有可能的 也已经按照地址放好了 时间不等人 我们分头去找 好 好 好 来 下个油